上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给PS5开盖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分享如何给PS5添加内置的固态硬盘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把小螺丝刀 那个头啊不能特别尖也不能特别粗 我们先把固态硬盘外面的那个防尘盖 遮挡片先给它取下来 这颗固定螺丝特别细特别长 千万别弄丢了 有会儿装完硬盘之后还要拧回去 拆开挡板我们能看到一个绿色的条 在这个绿条的顶端还有一颗螺丝 螺丝下面还有一个环垫 是金属的环套 我们把这两个取下来 这颗螺丝比刚才那颗螺丝要短要细 也要保存好不要弄丢 一会儿还要用 这个金属套垫不太好取 手大特别不好取 现在一共取了两颗螺丝一个套垫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是把这个金属套垫 放在绿色挡板的80的那个位置上 放进去就可以了 第三步是XM.2接口的硬盘 我现在用的这款是Nex Storage 原自索尼的固态硬盘 一个T的版本 你如果用的其他的固态硬盘 一定要是M.2接口的 PCIe 4.0标准的 支持NVME协议的 如果你没有安装过这种硬盘 建议多看一些这方面的教程 安装并不复杂 我把PS5测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紧挨的绿色挡板的那个带很多金收纸的位置 是插硬盘金收纸的接口 上面那个C的接口是插挡板的 这两个接口比较近也比较像 千万别插错了 固态硬盘的金收纸有两段 一个长一个短 它的插槽也是两段一个长一个短 对准了槽位插进去 向里推一下 看不见金收纸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孔位 是正好贴合的 没有偏移 接下来我们再把那颗比较短比较细的螺丝 拧上去就好了 因为下面有一个基础套垫 它直接可以把固态硬盘固定住 固态硬盘安装好了之后 第三步就是安装外面的挡板 这个安装方法更简单 把挡板先插到刚才看到的那个类似的槽里 然后扣上再拧上那颗比较长的螺丝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两步我们把拆下来的这个主机盖板再装回去 我们注意一下那个卡钩的位置 按照反方向扣回去即可 这个比拆面板要容易的多 顺便看一下我这台PS5的型号 型号是1109A 算是改良版 我这台是国行的PS5 今年1月份购买的 最后一步是安装底座 我这PS5平时都是让它站着 安装底座就不详细讲了 用一枚硬币就可以安装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 下个视频再继续和大家分享 安装好了固态硬盘之后 如何在主机里面格式化 如何设置 另外看看速度怎么样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您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